民進黨台南市長部 接近年立 變地開火 四個無動議 公道雙港活動 從十月底 基盤基金超過五十條以上 去年十月十八 公道日 只剩三禮拜 雙港的活動 竟過進入航龍前 市長部結合東宮日 幸好在英雄的上帝廟 典開菜籃族 求求台灣的行動 未來中親律市長 紅粉七到雅七 進行雙港 許多人了解四大公道的重要性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我們英雄上帝廟 來宣示我們菜籃族力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在民眾 尤其在南部 上街買菜是人生的 是每天的日常 很重要的就是說 能夠讓菜籃族的一般民眾 都能夠了解 那表示我們的公投的宣導 有真的落實到這個最基層 因為不是只是在做一些 浮誇的表面功夫 因為你可以看從最近的 這些民調數字可以顯示到 我們許多的這個民眾 對於公投真的了解以後 他們做出了一些選擇 所以這個從民調可以看到 反對四個不同 支持四個不同意 那反對這些有一些沒有道理的公投的人 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民眾 覺醒的一個表現 因為台南市黨部跟進步主情 為此 翻過這個八十幾條的地方的 傳遞選民會 透過這個活動 大家最近民調也會看 很不簡單 在選擇那裡的情形 現在不同意票 已經走過同意票了 未來 民進黨 英雲 台南市黨部跟這次 這不是藍綠的對責 是一個政策的說明 未來 未來我們就 透過這些菜籃組 透過這些菜籃組 召菜旗 紅粉旗 雅旗 我們要進入所謂的巷戰 跟十二月十八之前 投票 我們會跟車隊 山海大造勢 漸漸把這個東西 去割掉 創作 會贏 臺灣會贏 臺灣更有利 包括市長 紅維帝議員丹秋鴻 以及作為東共節 民意代表的助力 議員參選領領領 都會跟我們收聽 現場也有幾讚的 倫理志願媽媽 現身收聽 紅維帝議員 一定要出來 搭下四個無動議 希望對會贏出發 鄉親 臺灣絕對會贏 臺灣新聞雲 跟蔡鳳報道